这是我开车这台混动的比亚迪宋走过最难走的路 这里是位于香格里拉东南部的哈巴雪山 想要到达这里必须经过世界十大徒步线路之一的胡跳峡 走险峻的盘山公路大概55公里后 才可以到达这个以雪山命名的村座哈巴村 从哈巴村到雪山脚下需要走8公里的盘山路 只够一辆车通行的宽度旁边就是悬崖峭壁 这绝对是我开车以来开过最差的路 路上无数的碎石 让我时刻担心底盘的电池要被划伤 毕竟一块电池9万块 但今处怕走完这段山路终于到达了徒步起点 这个起点呢叫做德拉牧场 向导和罗子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他们天还没亮就要从家里出发 牵着罗子走10公里才能到这里 之后向导并带着我们出发登山 没有想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从山脚下到目的地一共7公里 出发之前我还大言不惭的觉得 路程太短了 要不要改成更难的线路 谁知道真正开始走后才发现 直线距离和山路距离根本不是一回事 气喘吁吁走了两个小时以后 向导说才走了五分之一 此时我的腿已经酸得发抖 可向导就像如履平地一样 只要我停下来休息几秒钟 他就不见了踪影 他和我们说他从小就生长在雪山的脚下 十岁左右就每天赶着家里的牛羊 来雪山的草场吃草 在这里和伙伴踩骏子一起玩耍 早就对这里的每一条路都了如指掌 在经历了无数次想放弃和再坚持坚持地挣扎后 中午十二点四十九 我们终于到达兰花坪 给他看一下我眼前的雪山 他就那么真实地屹立在我面前 山顶的雪在阳光的照耀下呼出屡屡白乎 仿佛向我们诉说着他千万年来的清冷和一世独立 罗子好像也知道这里是他的目的地 加快脚步奔山顶跑去 向导把我们带进了他自己建造的雪山小屋里 点燃了火炉给我们烧水 又拿出了他的午餐 馒头和酥油茶和我们一起分享 哇这个酥油茶有个奶香味 还有一点盐的咸味 向导三十出头皮肤有黑 耳朵大大的看起来很有福 我问他你有什么梦想 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 最后吱吱吱地说 就每天就这样就挺好的 带着自己的罗子上山 在暖和的木屋里喝酥油茶 再每每地睡个午觉 听懂了洪湖之至 我从没有想到 一个人的梦想是如此的简单 向导没有下过山 他在这个仪式独立的村庄里 与家人和牛羊为伴 可他的眼睛和笑容里 却清澈的一尘不染 我一时间有点语色 不知道该继续说些什么 我们总是为房子车子 更好的生活疲于奔命 渴望了人生真正的幸福 可能只是需要一碗热乎的酥油茶 一张温暖的床和一家人在旁 下山的时候风已经很小了 终于可以好好地感受这里的一草一木 阳光穿过雪山洒在树林里 树在 山在 大地在 岁月在 我在 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呢 下山的路我走得很轻快 边走边哼起了曾国藩家书中的一句话 知足天地宽 贪得宇宙爱 岂无过人资 多遇为祸害